蔬菜统营署是战后根据法例成立 提供蔬菜批发服务的非牟尼机构 负责营运位于长沙环的蔬菜批发市场 为批发商和买家提供交易设施 农药残留检定等服务 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初 有部分蔬菜反因为佣金问题 拒绝透过蔬菜统营署进行交易 而私下进行批发买卖 看看当时的情况 这里卖的蔬菜大部分是新界菜 有小部分是深圳出产的蔬菜 也有些在泰国或台湾来的飞机货 每天晚上8点左右 他们就会收齐菜 就这样摆在街边等早上一种卖 这里这么多档菜篮 大部分是以家庭式经营 通常一档起码要有四个人手 一个司机 一个收数 一个负责卖菜 和一个助手 他们卖菜的过程是这样的 每一楼菜都有一个小牌 写着菜名和农民的姓名 卖出一楼菜就写下一个小牌 和卖出的价钱 清清楚楚计算数给个别的农民 而批发商所赚的只是百分之十的佣金 即是在农民所得的利钱抽十分之一 而阿加路街这班批发商 是没有经过统營署而私自批发 所以不合法 旺角民政署方面表示 他们的存在对附近的居民造成一定影响 他们霸佔这些地方 一早开工构成噪音 吵着附近居民 也影响附近的卫生环境 民政署方面希望这班批发商 能够更早加入长沙环菜市场 长沙环菜市场是由蔬菜统营署管理 每一个合作社或者农民团体 都有自己划定的地方摆卖 市场的开放时间 由早早五点半到晚上十一点 分早五、晚三时 不过普通人是不可以进来这里买菜 一定要事先登记 而买家必定是有小贩牌 或者摊档牌照 酒楼营业牌照 又或者食堂牌照 才有资格进来买菜 大家说好价钱之后 卖手写上价钱 买家要在罗卡上面吸图章 然后排队去交钱 交钱之后 留点菜就可以触摘 不过到闸口的时候 要经过合货原点的货 放过重量 由于这里的罗是不可以拿走 所以买家需要在闸口转罗 而闸口附近的地方有限 周时形成这里相当擠失 要花费很多时间 至于农民不是经合作社 而是自己透过代理人 来做批发的交易的时候 买家首先要将罗卡 交给市场聘请的卖手 查月锅 因为价钱是合理才可以成交 另外根据规定 所有蔬菜运进市场之后 是不可以运出去买卖 所以卖不去的菜就只能拿去赌 就以今年一月来说 经蔬菜统员柱 运去焚化炉焚化的蔬菜 有132公吨 占总数2% 即是每天大约倒了 再买两架垃圾车的蔬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